好,今次一次過就做到四五題 如果未做的同學可以先看一看題目 而中文版的同學也可以看一看題目 如果大家都做完的時候 第一條問題就問你,究竟裡面有幾條Chromosome? 其實如果要看Chromosome的時候,染色體很簡單 它有一條鋼條形,Roche 而每一個獨立的個體,其實就是一個染色體Chromosome 所以這裡屬於一條Chromosome 這一個都是屬於一條Chromosome染色體 但若果我不是獨立個體,是其中一段 這個其實是個子妹染色單體,Systochromated 所以這個就並不是一個染色體Chromosome 所以要數回的時候都很簡單 這裡有多少塊? 總共1,2,3,4 所以Chromosome number就會是4 另外,我要先看 這裡它說一個early stage of mitotic cell division 早期的減數細胞分裂 我們去猜的時候,由於它亂七八糟 沒有排隊,沒有pairing up,沒有配隊 所以應該屬於D,double,剛剛複製了的階段 而去到第五題,它就問了 去到later stage之後會怎樣呢? 其實做這些題目,我們想清楚才可以看這圖去選 就不用直接選這圖 所以如果又是說一個減數細胞分裂 Metotic cell division的話 又想回D,P,LS,LS 如果這樣想的時候,應該會去到p和l的階段 換句話來說,你會看到它有pairing up of homologous chromosome 同源染色體配對 又或者會看到line up at equator 在尺度排隊 如果這樣看的時候,這個情況就會是B 因為同源染色體配對 Homologous chromosome應該是差不多長度 而這次很明顯它們在尺度已經排好隊 所以就line up 所以答案就是